威州SUV撞向人群 五死四十八伤 旧金山 八十人抢劫名店 奥地利第四次全国封城 各位观众完 欢迎收看11月22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心伦 威斯康星州握机杀陷 昨天发生了汽车冲撞人群事件 酿成至少五人死亡四十八人受伤的惨剧 嫌疑人今天遭到拘捕 警方称嫌犯肇事时疑似在逃离另一起射击刀具的事件 并非恐怖袭击 同时有不少网民拔出了嫌犯一连串的犯罪记录 威斯康星州一辆高速行驶的红色SUV 上周日突然冲进圣诞游行人群 酿成至少五人死亡 四十八人受伤的惨剧 警方最新消息称一名嫌疑人已经遭到拘捕 嫌犯肇事时疑似在逃离另一起射击刀具的事件 据多家执法机构称 虽然调查还处于初期阶段 但有迹象表明 嫌疑人驾车驶入游行路选时 是为了逃离另一起事故 目前确定该事故与恐怖袭击无关 一名警察试图开枪阻止司机 但由于现场人数太多 他不得不停止开枪 居民们现在感到震惊和悲剧 因为欢乐的场面 现在瞬间变成了一场悲剧 假日季节到来 全国各地名品店的偷窃和抢劫案件连连不断 就在近期加州湾区出现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抢劫案件 80多名不法分子上周六傍晚洗劫了旧金山的Nordstrom 并有约25辆汽车在外面接应抢肺 部门警告此类的案件近期可能还会再次发生 居民和业主需要背假的注意 近期加州海湾地区发生一连串有预谋 有组织的名品店抢劫案件 就在上周六傍晚9点左右 旧金山和桃西的诺德斯通融百货公司 发生大规模抢劫事件 80多名歹徒集体洗劫百货公司 并在事后搭乘数十辆轿车逃离现场 就在案发当时 执法部门逮捕三人 但其余犯罪团伙却成功逃脱 警方表示 由于假日季节的来临 不少地区的名品店发生偷窃和抢劫事件 并且在感恩节到来之际 此类案件还有可能再次发生 湾区执法部门在昨日向地区居民发出警告 不少名品店 珠宝店等企业 计划在近期提早打烊 我认为这件事是很独立的 犯罪事件 我认为这件事是很独立的 犯罪事件 我认为这件事是很独立的 犯罪事件 据知法部门透露 20日发生了抢劫案件 渝湾区最近发生了一连串的洗劫事件 有着直接联系 就在19日傍晚 联合广场多家名品店也发生了集体抢劫事件 其中LV精品店被洗劫一空的录像 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 专渣指出 这些犯罪团伙明显经过紧密的策划和密谋 他们使用了各种作案工具 逃逸车辆以及人海战术 目的就是为了将地区的名品店搜刮一空 白宫卫生官员今天宣布 有95%的联邦工作人员 遵守了拜登政府的疫苗接种要求 尽管他目前被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暂停 对于没有遵守规定的雇员 各机构正在开始一个教育和咨询过程 如果需要的话将在一段时间内 采取额外的执法措施 白宫今日表示 超过90%的联邦雇员 已经接受了至少一针新冠疫苗 这是拜登总统的联邦雇员任务的最后期限 一位高级官员说 另外大约5%的人 因没有有效的例外情况或延期申请而符合规定 时符合规定的总数达到95% 这位官员表示 对于一小部分没有遵守规定的雇员 也就是350多万联邦雇员中的数千人 各机构正在开始一个教育和咨询过程 如果需要的话 将在一段时间内采取额外的执法措施 拜登政府希望联邦雇员的高接种率 能够成为私营部门雇主的榜样 作为更大的疫苗令推动的一部分 政府对拥有一百名以上员工的企业疫苗 接种或检测要求定于1月4日生效 尽管他目前被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暂停 与此同时 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鲍泽宣布 从11月22日起 华盛顿特区的大部分地区将取消在室内 佩戴口罩的规定 在华盛顿特区的学校、公共交通以及面向公众的政府设施中 仍然需要佩戴口罩 豹则还补充称 华盛顿特区的私营企业可以执行自己的口罩规定 豹则认为新冠疫苗在预防重症和住院方面发挥了作用 华盛顿特区的居民能够自行评估风险 并决定是否佩戴口罩 另外一些私企业主表示 现在是时候取消口罩令了 如果商人想保持他们的话 如果不然的话 那就没事 我认为会把疫苗解决的速度 但是这就是他们的决定 去年2月 乔治亚一名25岁的非裔男子在外跑步 不幸被三名白人枪杀 案件双方今天在法庭上发表了最终陈词 虽然案件的部分细节 目前尚未明确 但检方表示事件含有种族因素 但辩方强调三人开一枪 伤人完全是出于正当防卫 以及维护社区治安的公民义务 本周25岁非裔男子哈迈德·阿伯里 在乔治亚州被三名白人枪杀的案件 结束了审问环节 就在今日原告被告双方表达结案陈词 他们决定要攻击阿玛德·阿伯里 在车路上 在结案陈词当中 检方指控被告三名男子 格雷·格里 他的儿子特拉维斯 以及邻居今友人威廉 涉嫌一系列重罪 检方强调 被告三人处于正当防卫 而枪杀非裔男子阿伯里的理由 并不充分 然而在辩方的结案陈词当中 代理律师强调被告的行为出之有因 辩方强调被告三人只是为了保护社区 执行他们的公民义务 才做出了这一系列的举动 这些是真正的经验 真正的人 今晚世卫组织在今天警告 全欧洲如果再不控制 到了明年3月 新冠死亡人数将会增加50万 但过去一周 欧洲各国都爆发了反对新冠防疫政策的大游行 其中不少国家还出现了暴力抗议活动 而奥地利宣布从今天开始 正式展开第四次全国范围的封锁行动 从上周五开始 欧洲各国的民众 处于对于政府防疫措施的不满 包括荷兰 比利时 法国 奥地利 克罗地亚 意大利 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示威活动 人们纷纷走上街头 反对封城 强制注射疫苗 实行疫苗通行证 等各类的防疫手段 在荷兰的路特丹 示威者们向警察投掷了石块和爆竹 还放火焚烧了警车 警方也在随后的镇压行动中 打伤了两名示威者 根据路特丹市长的说法 抗议活动至少导致了7人受伤 20人遭到逮捕 然而暴力活动并没有因为这个风波就结束 到了本周末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数万人走上街头 赫罗地亚和法国也在各个地区 出现了数千名抗议者 法国本土的抗议活动 逐渐演变成了暴力活动 一夜之间抗议者变成了抢劫者 人们洗劫了数十家商店 并放火焚烧了其中的几家企业 对此 世卫组织的欧洲区主任 汉斯·克鲁格表示 对欧洲现在的疫情非常担心 他认为整个欧洲如果再不加强管控 到了明年春天 将会有50多万人死于新冠病毒 除此之外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本周末也有数万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反对再度实施限制行动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 该国的第三大党 也就是极有的自由党 一直鼓吹的疫苗无用论 以及疫苗会导致身体恶化的阴谋论 但奥地利政府却依旧态度强硬 宣布会在今天正式进入 第四次的全国范围封锁行动 因此从今天开始 餐厅、咖啡厅、酒吧、戏院 和非必要的商业都将至少关闭10天 10天之后 奥地利的卫生部会再次评估疫情等级 考虑是否延长封锁 截止至今天 该国的人口中只有66%的人 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 也是西欧各国中 接种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奥地利卫生部长 沃尔夫·梅克斯腾向媒体表示 封锁的确是非常严峻和激烈的做法 但奥地利现在必须做出反应 阿富汗电视台 最近收到了塔利班临时政府 发布的最新指导方证 涵盖了八项新规定 方证中禁止女性出现在电视剧中 女记者和主持人出镜时必须佩戴头巾 塔利班八月中旬夺权之后 几乎立即下令了女性停止上学 待在家中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周日发布新的宗教准则 要求全国的电视频道停止播放 有女演员出镜的剧集 并要求所有女记者和主播 报道新闻时戴上头巾 同时也要求禁止播放违反回教和阿富汗价值观的电影或者节目 不过新规中未曾提及是否禁止阿富汗女性出演电影 当地记者称部分规则含糊不清 还有待解释 杨善防恶部首次发布针对当地媒体的指引 除了上述要求之外 也提出播放的电影或者节目 不要出现回教先知穆罕默德或其他受尊敬人物的影像 不应播出具冒犯性 攻击和侮辱宗教的喜剧和娱乐节目 以及宣扬外国价值观的外国电影 也不应在电视节目呈现男性裸露的身体 该部门发言人穆哈吉尔强调 这些不是规定 只是宗教准则 另一名塔利班发言人表示 这些指引并非强制性 而是希望媒体在工作时牢记在心的建议 这些指引公布之后 有记者直言 部分规定不切实际 若要跟从 恐电视台难以运作 塔利班8月中旬 重战阿富汗 不少人担心 他们会逐渐实施严格的限制措施 塔利班夺权之后 几乎立即下令 女孩和年轻女性停止上学 待在家中 塔利班上一次在1990年代掌权时 当时的阿富汗女性 禁止接受教育和就业 智利昨天举行 2019年大刑犯政府示威后首次总统大选 也被示威数十年来最两极化的一次 亲民总统候选人中 两大热门分别是年仅35岁左翼 认可尊严联盟候选人博里克 以及55岁极右的共和党候选人卡斯特 智利第一轮总统大选周日登场 开出97%的选票后 选务机构表示 极右派的卡斯特 以27.94%的得票率暂居领先 左翼的35岁的候选人博瑞克 以25.75%紧随在后 两人需决选定胜负 智利选举事务机构表示 55岁的共和党候选人卡斯特 得票领先群雄 任何尊严联盟的博瑞克居次 目前排在第三的候选人 得票率还不到13% 7名候选人都无人能直接拿下过半的选票 前两名将于12月19日登场的次轮选举继续厮杀 昨天的选举是智利民众18个月内第四度 前往投票所 据报道1500万名选民州 有半数在投票前夕仍然犹豫不决 这场选举被视为该国几十年来 结果最难预料的总统大选 目前居领先地位的卡斯特和博瑞克 皆来自在野的小党 两人的政党也不属于31年前 独裁者皮诺切克下台之后 智利智利的几个建制联盟 投票前的民调结果显示 中间派候选人最不受欢迎 包含现任总统皮涅拉 所属政党的人选习修 习修目前暂居第四 他昨天承认败选 并在演讲中祝贺卡斯特 同时表示他不会投给博瑞克 智利在两年前的反政府示威之后 迈向宪法改革之路 新总统预计将在任内 主导起草智利脱离独裁之后的首部宪法 上周六清晨 一辆吉普在80号高速公路向东方向逆行 并与一辆轿车相撞 事故一共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 公路巡警初步断定肇事 司机可能是9架 但案件的具体细节 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就在上周六早晨4点43分 加州高速巡警接到举报 一辆吉普车在80号高速公路上逆行 并与一辆轿车相撞 该起交通事故一共造成4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男一女 以及两名10岁以下的儿童 警方表示 轿车内部的唯一幸存者 是一个幼小的婴儿 目前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检查 而肇事车辆 也就是该名吉普车的司机 以及另一名乘客 也被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治疗 在上周六上午 80号高速公路东线沿路关闭17英里 前往CIRS地区的车流 长时间处于静止状态 交通部门表示 在安发地区 以逆行的方式发生交通事故 实属罕见 经常都是一个空心车 通过一样的车流 其实不像是远速公路人员 和几个小孩 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says in accidents like this it's always best to choose the slow lane it's always the safer option FDA和疾控中心本月早些时候 批准了辉瑞儿童疫苗的接种 现在大约有2800万5到11岁儿童 有资格接种辉瑞公司的疫苗 近日卫生局局战盒 而科医学的主要专家召开了媒体健保会 提供了关于儿童疫苗的最新信息 FDA和疾控中心于本月早些时候 批准了辉瑞儿童的疫苗接种 现在大约有2800万5至11岁儿童 有资格接种辉瑞公司的疫苗 尽量是青少年和成人的三分之一 各地政府鼓励学校现场开设疫苗接种点 方便儿童接种疫苗 为打击有关疫苗的错误信息 白宫还要求学校分享医生和公共卫生机构 发布的接种信息 近日卫生局局长和儿科医学的 主要专家召开了媒体简报会 讨论了5到11岁儿童的疫苗接种问题 会议主要讨论了父母关于疫苗 为儿童接种疫苗的好处 以及父母在疫苗接种过程中 帮助支持幼儿的策略方面的常见问题 专家小组还提供了关于5至11岁儿童 可获得新冠疫苗的最新信息 并提供了有关合格儿童家庭 如何获得疫苗的详细信息 虽然与成年人相比 儿童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早期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更低 但是现在儿童感染这种疾病的频率 却与成年人一样 并且有些儿童的新冠病毒症状很严重 需要住院治疗 由于出现了传染性极强的Delta变种病毒 新的新冠病毒的病例中 每5例中就有一例发生在儿童身上 有时更会对健康产生严重及长期的影响 疫苗引发严重健康问题的风险 低于未接种疫苗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新冠病毒给儿童以及成年人带来的心肺损伤 和其他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 接种新冠疫苗的益处超过疫苗的任何潜在风险 让孩子接种疫苗将会给他们提供 最强的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保护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我现在人在纽约 为您报道今天11月22号 星期一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周一美股是开高走高 波尾盘转为涨跌不一的走势 拜登总统宣布将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之后 美股今天开盘是走高的 银行股集体上涨 包括了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花旗集团等开盘 都上涨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而拜登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 提名了布雷纳德担任副主席 白宫方面表示 拜登赞扬了鲍威尔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 表现出果断领导作用 而布雷纳德在美联储也发挥了关键的领导力 拜登对于鲍威尔和布雷纳德的经验 判断力和正值是充满了信心 相信他们能够继续完成这些使命 而华尔街是普遍认为拜登的选择意味着更多的政策一致性 与更少的不确定性 因此也抚慰了市场的情绪 在盘中的时候 倒只是一度大涨了近300点 不过尾盘时 由于美债收益率的攀升 不利于科技股的走势 纳指在收盘前转为下跌 而且跌幅还偏大超过了一个百分点 主要股指在收盘就形成了走势背离的格局 导致收盘维持小涨17点 最后收报在35619点 标普白指数是下跌15点 收报在4682点 纳指则是跌了202点 最后收报在15854点 在经济数据方面 全国地产经济商协会今天发布了数据显示 10月份的二手房折合年率销售量 是上升了0.8%至634万套 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620万套 虽然该数据相比一年前达到的14年高点 有所回落 下滑5.8% 但仍然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至于个股消息方面 首先来关心的是Rivian Automotive RIVN 它是一个电动卡车制造商 接收盘时股价下跌超过8个百分点 至每股118.11美元 Rivian与福特汽车宣布 要停止在2019年初所达成的合作关系 双方将不再推进电动车领域的开发计划 有媒体报道表示 福特是打算凭自己的力量 来完成设立电动车的目标 福特是持有Rivian12%的股权 动视暴选交易代码ATVIL 今天股价在开盘的时候 一度跌了超过3个百分点 收盘时是跌了0.29% 收报在每股62.20美元 因为涉嫌包庇公司内部 性丑闻的加害人 有上百名员工要求公司执行长库蒂克 应该要下台 根据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表示 库蒂克也透露 如果他没有办法改变公司内部的 负面文化的话 他表示将会保留离职的可能性 以上是华语电视记者文威廉 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 11月22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心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